你现在安排时间 越来越随意了 您是说哪件事的时间安排 星辰才刚刚起步 千头万须的 你就是给人家排了半个小时 你觉得他能够讲得完吗 懂了 留给季总的汇报时间确实不够 我这有调整 您看 一个小时 季总的口才 你不了解吗 两个小时 我这有句安排 好 下午三点半 来我办公室 汇报最新进展 喂 莉莉 喂 莉莉 好 你忙你的 我去找李主任 好 拜拜 拜拜 苏织中 天江将大人于四人也 傻大人 所谓星辰的合伙人 公司的元老 今天下午由你代表星辰 去找韩总汇报工作 你开啥玩笑 我去 星姐 你妈饶了我吧 我一看到韩总我就犯错误 再说了 之前都是你聚会吧 要是韩总问起来 我咋跟他交代啊 你就说我去新港医院 见黎主任去了呀 不行不行不行 这么说他肯定会说 我时间管理不行 你就说我有病 有病 你有啥病啊 啥病都是 自己编 随意发挥 拜拜 接着去 小病啊 老板 星辰的人来了 让他进来 请 请 韩总好 星辰苏之中 你好 这个是星辰近期的汇报总结 请您过目 请您的看 请快进行产品实验 三个月内 我要看到阶段性成果 韩总 三个月 形成人数不太够啊 怎么 还有我给你们安排人数 不是不是 是我们的办公环境太差了 实在是招呼上来人 解决方案是什么 所以你们纪总 就去忙这些 让你来汇报工作 兴姐她今天生病了 什么病 发烧 严重到不能来汇报 她发烧导致的扁导底发炎 扁导底发炎导致 她说话特别费劲 她说话一费劲 就让我来汇报 她现在在哪 她在家休息 也有可能去医院看病了 她 韩总 她去新港医院找负责采扣的 李全安医生了 不错 不错 还算诚实 回去吧 谢谢韩总 好 韩董再见 李全恩 唐德主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五分钟就汇报完了 老板 你的时间安排果然不合理 那我把后面会议提前 跟我走 喂 听说你病了 什么病 就是 我 我有点 那你应该是着凉了 韩总 好巧啊 那个 苏志愁跟您汇报了啊 你心里还要汇报这回事 当然 我这不是生病了 把传染给您汇报 扫灭了 来找李全 我没有听你的名字 韩总 哎呦 这么巧啊 早想找你聊聊了 跟你助理约了几次 但是你行政权满了 现在有空吗 求办公室咱聊会儿 行 再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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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